《华尔街日报》在11月初登了一篇文章 将当年孟晚舟事件的细节披露出来 背后的大国国力那种惊心动魄若然指上 它细述了2018年12月至2021年9月孟晚舟事件的长程 美国特工在香港非法跟踪和偷拍 美国政府的无耻、美国政客的胆大妄为大白于天下 先说美国特工在香港的非法行动 根据那篇文章说 2018年8月检控方即是美国的司法部 针对华为和孟晚舟的检控行动准备就识 检控方一直保密 直到孟晚舟是一个他们有能力採取行动的国家落地 所谓有能力採取行动的国家 其实就是配合美方长臂本来的国家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美国FBI特工在香港跟踪和拍摄了孟女士 根据《维加日报》的披露 在孟晚舟走进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 有关它行情的消息通过一条安全的线路 传到当时20国集团即G20峰会举办的地方 阿根廷的布尔洛斯艾利斯的一间酒店 一位白宫律师在一间套房里面的隔音帐篷接听电话 之后这位律师叫醒了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洛斯艾利斯的其他人 博尔洛斯艾利斯的他们的朋友 传给他盲碗旅上路了 而孟女士坐着飞机去温哥华的时候 当地警方就已经收到FBI发来的照片和描述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 传来了孟晚舟指行装摆的细节 一件黑色的连舞衣服 深色的运动裤 长发光光过肩 在溫哥懷机场一间会议室里面 六名加拿大警官和边防警察 研究了孟晚舟的照片 然后一名加拿大的警员 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 没收孟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 以保留证据 因为FBI将会提出一项请求 由此可见这个FBI在香港非常活跃 他们非法跟踪和偷拍孟女士 香港的国安警察应该看得更紧 以为有需要的时候 予以制止和拘捕 根据《华尔加日报》的报导 我们国家公安部有一份加拿大间谍 潜伏在我们国家境内的名单 孟晚舟事件中 就抓了康明海和斯柏弗两个人 第二个启示就是 美国政府为了确保 他在商业竞争里保持世界第一 于是就老人勒索 《华尔加日报》也揭露了 拘捕孟晚舟 其实只是因为 美国在5G技术竞争不过华为 于是美国政府这个惯犯 就制出下流的手段 拉竞争对手的高管 迫使竞争对手退出市场 《华尔加日报》这样写的 对白宫来说 这件案就是孟晚舟的引渡案 关系重大 华为是争夺5G控制的对手 5G无线网络预计将为全球 数以十亿计的设备 传输数据 这是一场美国不想输掉的较量 这和《美国陷阱》这本书所揭露的情节 如出一切 那本书揭露 美国司法部出手 在法国竞争对手的高管 由香港坐飞机到美国的时候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它拘捕 重判5年 期间 美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 迫使法国的竞争对手 卖出全球倭奴月墓 确保美国公司在这个领域的全球垄断地位 美国的企业也成功地支解了法国竞争对手 今天我们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和美国正面竞争 有些领域例如5G已经超越了美国 香港也在祖国支持下大力推动创货 既然日后有香港的科研人才能开发出先进的科技 美国政府又会不会再到老人勒索呢 香港因为历史的原因 不少的精英都拥有五眼联盟国家的国籍 经常去到访这些国家 这些科研人才又会不会误入了美国政府 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呢 然后重演孟晚舟事件呢 生物医药界顶尖学者颜宁在11月1日 在深圳的一个人才论坛上公开宣布 他会放弃在美国普林小敦大学的终身教职 待结束在美国所有的事宜之后 颜女士就会全程投入深圳生物医学科学院的创立工作 不借第一个反应就是 没约在香港的美国特工 会不会将颜女士视为第二个孟晚舟呢 颜女士这样公开打脸美国 会不会在回美国处理事宜的时候 被美国政府扣上一个子虚污有的罪名 然后禁止她出境呢 大国博弈是不相信眼泪的 将其他国家的精英投入黑肉数年 美国政府优而为之 美国陷阱这本书就是明正 第三个启示就是美国高官的胆大妄为 拉孟晚舟这么具影响力的人士 竟然没有在事前通知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披露 作为时任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John Bolton 十分清楚拉孟晚舟可能会扰乱当晚的特责回满宴 即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蔓延 这是这次峰会的一场重头戏 但是博尔顿认为值得冒险 博尔顿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话强硬 特朗普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计划 后来对博尔顿是否曾经将这件事告诉特朗普 或者这个行动是否影响特朗普完全报备 白宫内部众说纷纷 2018年10月1日是什么日子 那日是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首都 因为G20峰会之便而接触的日子 当晚还有两国元首的晚宴 出席的也有两国元首的高级助手 以显示由美国发的一个贸易战暂告一段落 而在当天上午的11点18分 加拿大警方就应美国司法部的引渡要求 在温哥华机场拉了由香港、非经、当地 准备转机去阿根廷的孟晚舟 两国元首万宴的时候 坐在特朗普右手边的 斜对着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就是下令拉孟晚舟的博尔顿 这里充分显示美国公共的傲慢、魯莽和两面三刀 一面跟你烘杯喝酒吃牛扒 一面就拉了你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公民 更加令人清奇的就是 这个这么重大的决定 竟然没有通知美国总统 华尔加日报的文章说 据了解谈话内容的知情人士说 几日之后只是拉了孟晚舟之后的几日 特朗普在白宫这个圣诞晚宴上面 就质问博尔顿你为什么要拉孟晚舟 其实不单止特朗普不知情 连所在国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都不知情 华尔加日报揭露引渡孟晚舟的请求 是美国政府以加密文件的形式发过来的 加拿大当局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成功解密 这个延迟意味着同样前往阿均廷布尔诺斯艾利斯 参加G20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是要直到他的警员在温哥华机场 65号登机口狼桥就位的时候 杜鲁多才被告知有这件事 那么重大的行动 加拿大警方事前竟然没有通知他们国家的总理 那究竟加拿大警方是为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人民服务 还是美国政府服务呢 这里又看到一个细节 要花一天多的时间才解密 究竟是加拿大警察效率太低 还是美国的密复杂程度太高呢 无论怎样这个情节告诉香港人 假如美国政府盯着你的话 加拿大警方包括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警方 会毫不犹然予以配合 以莫须有的证明在你过境的时候抓了你 大国博弈是非常空险的 2019年之前 美国还没有公开地撕破脸 香港的精英还可以因为两制之变 而进向东西方的好处 那么美国已经公开撕破脸 公开地卡住我们国家的盔子 中国香港能够自身事外吗 不要天真啊 《卫家日报》的揭露 令他不者再一次想起 受则香港管治大权的高官 你现在如真是拥有五眼联盟的国籍 你真是以为人家号称人权法治 而不会用止虚污奕的罪名去脅迫你吗